駕駛行駛路面上突然一台轿车 从后方快速超越一路往左偏 下一秒直接撞上电线杆 山根电线杆被撞歪 硬身倒地 惊悚一幕全被后方驾驶目击 释放就在周二凌晨两点多时 在高雄刚山路段 照是驾驶自称刚下班 精神不驾才会失控撞向电线杆 所幸经过送医后 只有擦措伤 没有生命危险 不过警方也在他的车上 搜到19包毒品咖啡包 在抢救过程中 警方在车上发现19包毒品咖啡包 除了依毒品违害防治条例 将阵南移送侦办外 不排除阵南有失用毒品后 驾车之危险行为 照是驾驶撞断三根电线杆 造成附近11户住户停电 工程人员紧急封路强修 因为断杆严重 需要进行换杆的作业 续本处将依照徽章向造势者进行求偿 造势驾驶不只要赔偿维修电线赶费用 车上有毒品 警方怀疑他使用毒品才会危险 驾车造货要追查侦办 你好 黄大卫陈渊安 搞